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越式多伦多 今天来做无论是寒餐 还是中餐还是日餐 都必备的餐前开胃小菜 酸酸甜甜萝卜浆 好吃到完全停不下来 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一起来做吧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Cantonese in Pranto 越式多伦多 越式多伦多 Let's go 首先把白萝卜去皮 小心不要刮到手哦 然后将一头一尾去掉 接着将萝卜竖起来 从中间切开一半 把平整的那一面放在菜板上 接着将萝卜切成一片一片 这里切的时候要注意 第一刀不要切到底 第二刀完整地切下来 这样就会有夹心的感觉 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一刀浅 一刀深 一刀浅 一刀深 一刀浅 一刀深 还有注意不要切太厚了 薄薄的一片才方便入味 切好后都放进盘子里备用 咚咚 满满的一盘切好的白萝卜 接着就要撒盐腌制 盐一定要均匀 然后将盐抓匀 就让它们休息两个小时吧 接下来就是红萝卜的出厂时间了 第一步也是鲜血皮 小心不要刮到手哦 接着将它们切成一片一片 一刀切到底就可以了 当然啦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习惯 将白萝卜 红萝卜 和姜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可以是方块 条状 终于到切姜了 第一步也是鲜血皮 不习惯拿到的小伙伴 可以拿铁勺子刮皮 安全又快捷 接着是切姜片 不能吃太辣的话 可以少放一点姜片 喜欢吃辣的 还可以放一些辣椒进去 萝卜生性寒凉 自己在家做酸甜萝卜 最好放生性温的姜和辣椒调和 好啦 萝卜和姜都切好了 接着就是煮糖水 放的是黄冰糖 没有黄冰糖 也可以用普通的白砂糖代替 但注意黄糖和白糖的甜度不同 分量要拿捏好 加少量的水 开最小的火 让水保持温热的状态 使黄冰糖慢慢融化 整一个过程要耐心 大概30分钟 注意火如果开太大 糖水就会变焦 那么吃起来就会有焦焦的味道 糖水煮好后 白萝卜也腌制好了 每一片白萝卜都会变成软软的 同时也会出一点点的水 这时就能放一盘凉水 将腌制好的白萝卜全部都放进去 稍微的清洗一下 就能全部捞出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和转发 让我有更多的动力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美食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将白萝卜 红萝卜 和姜全部放进去 接着将已经凉了的糖水 全部倒进去 腌制两小时 最后是放白醋 这里是一个半的白萝卜 两根红萝卜 大概放了这么多的白醋 醋一定不要放太多哦 也不用加水 白萝卜会自己出水 就会将所有都泡在水里 盖上盖子 安静地等待24小时后 哇 酸酸甜甜的萝卜浆 就做好咯 颜色好丰富 难怪深受亚洲人的喜欢 水嫩嫩的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开始享用美味的开胃菜吧 下期再见啦 拜拜